歡迎收看雙英出訪 美中台新變局 我是主持人蕭大舟 我們特別來賓 有賴岳謙賴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趙教授趙春山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們好 借文吉 借大使 耀州早 各位朋友大家早 馬英九的出訪 還有包括蔡英文 現在已經在紐約 雙方行程裡面 都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 昨天終於見到了宋濤 這一波三折 原本一開始告訴大家 說宋濤郭財辦主任 應該會在浦東機場的機坪 跟馬英九迎接他 後來沒看到他是副主任去 那說可能在高鐵會相遇 一直變一直變 那馬辦實在 也就是客水主變 最後昨天臨時增加行程 晚上終於見面了 而且定調 會後除了公開的訪問見面之外 還會後有所謂的代表習近平 來辦一個家宴 款待他 連馬英九家的姐妹們 也一起款待 那到底互動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我注意到大陸國台辦最近的記者會 也再次還原九二共識的原知原味 前總統馬英九下塌武漢賓館前 會見國台辦主任宋濤 五度再提九二共識 更強調兩岸和平只能靠談 而就在馬英九發表完談話後 現場工作人員就請記者離開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漢的東湖賓館 那麼這裡也是大陸官方接待外賓的重要場所 前總統馬英九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就是在這裡的洞庭湖庭碰面 宋濤的致詞稿提到轉達習近平的問候 歡迎馬英九先生回鄉 兩岸同胞一家親 而馬先生在他任內 與大陸一起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下 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和平 兩岸因為政治紛擾與疫情的因素呢 各項交流都已經中斷數年 兩岸人民的敵意上升 讓我們非常感到憂心 而就在出訪之際 大陸似乎也釋出善意 國台辦表示 從四月一號起兩岸航班 從原本需要48小時PCR陰性證明 調整為24小時快篩陰性即可 不過第三D旅客則是維持原有規定 TV的新聞程序 林秉珍大陸武漢 倡量報導 好 終於見到宋濤了 有伴手禮 有家宴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詳細的報導 那知情人是說 宋濤他是代表習近平跟他見面 所以有人就開始解讀啦 說是不是等同象徵第二次的馬錫會 講到這個份上了 那馬英九跟宋濤會面之後 國台辦就送了 剛剛新聞也有提到 送了一個禮物 但有人講說 原本不是說這個農漁 農漁產品要全面的恢復 這個可以賣到中國大陸 這個禮物嗎 怎麼變成是PCR 這個省了三千塊 感覺這個禮物好像變比較小一點點 那但是他是在會後 這個沒多久就宣布了這事情 那昨天晚宴因為包括馬英九的家人 還有他的姐妹們啊 親戚來這個款待 所以就代表習近平安排跟馬英九的家宴 那馬英九後來接下來在上海 會不會再看到王滬寧 又或者外界本來期待的習近平 從這一個所謂的代表習近平 還有家宴的說法 有人聯合報是說 答案應該呼之欲出 意思是說可能連王滬寧都見不到了 沒有講那麼白 但有那個意思 然後中國大陸還送馬英九識別的徽章 就是他這一趟行程任務裡面 特別的識別徽章是竹子 代表馬英九瀟灑的外在 還有他氣節的內在 青春永住 長青不敗的一個祝福 戴教授你怎麼看 我覺得馬英九這次回大陸去 他是記住 其實也是一個尋根 我們台灣2300萬人除了原住民 絕大部分的 還有當然還有一些外配 外籍的配偶 絕大部分的人 我們的根都在中國大陸 所以不管是漳州人 泉州人 或者是像我是民西蘭的 客家人 我們的根都在大陸 我覺得馬英九回去 他就是一個尋根 也喚醒我們2300萬的台灣的民眾 就是說我們絕大部分的人更多在大陸 所以兩岸是一家親 血溶於水 我個人也是認為台灣絕大部分的人 都主張兩岸是要和平的 不要戰爭 我們台灣的廣大的企業家 不管他的整個事業的基礎 都在台灣也好 或者是有的在大陸也好 或者是有做兩岸貿易的 或者是台灣的農民的農漁產品 賣到中國大陸去的 其實大家都在經商或是在生產 在努力工作 其實我們就是想求個好的生活過 好的日子過 那你要過一個好生活 要好日子 孩子能夠接受完整的好的教育 我們都要有收入 那這個道理就很簡單了 它就一個前提跟原則 那也就是它必須兩岸是要和平的 沒有和平就沒有一切 你看烏克蘭的情況 就告訴大家說 一旦沒有和平 這樣戰爭的話 什麼東西都會被摧毀 你看烏東地區 現在被打成什麼樣子 可是我們都知道 兩岸之間是血融衣水 是一家親 那我們當然是可以尋求和平 那為什麼要背離我們自己的祖宗 為什麼要說我不再是中國人 可是你的父親 你的祖父 就是從大陸來的 他就是中國人 那怎麼要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呢 我覺得馬英九的這一次的祭祖 就是尋根之旅 既然是尋根之旅 家宴就很合情合理了 因為是尋根嘛 那是祭祖嘛 所以有這麼一個家宴 而且我覺得宋濤就代表 習近平辦的這樣一個家宴 就合情合理 我個人的推斷不排除王滬寧跟馬英九見面的可能性 還是有 我覺得還蠻高的 就是四月五號上海還是有可能遇到 我覺得上海的可能性是蠻高的 因為王滬寧本身過去也是在這個復旦大學教書 他是一個著名的一個教授 他是三朝的重要的元老 或者是國師級的這樣的一位領導人 現在又是政協主席 負責兩岸之間的 還有港澳台的等等的這些工作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不能夠完全排除 所以王滬寧如果說到上海來 跟馬英九有見面 我覺得這個也是要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就代表大陸的高層 對於台灣的這種看重 那我 我 我覺得 我覺得馬英九講的沒有錯 要還原九二共識的原知原味 那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會提出來 其實就是要擱置正義 尋求最大的共識 就是我們找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明明我們兩岸之間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那些看法 我們那些正義 我們可以把它暫時放在這邊 那我們尋求最大的公約數就是兩岸同屬於一中 這是符合聯合國的一中原則 所以誰反對一中 誰就是反對聯合國的一中原則 那有人還主張說 我們要重返聯合國 你要重返聯合國 你還是要回到聯合國的一中的原則 這個框架上 你不可能說我今天違反聯合國的一中原則 我又說我要重返聯合國 這個天荒夜譚 這個講話簡直是莫名其妙 還有人說我不是中國人 不知道馬英九是哪一國人 我才覺得奇怪 你說你不是中國人的人 你是哪一國人 你要告訴我 你不是中國人 你告訴我你是哪一國人 現在沒有台灣國 既然沒有台灣國 那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當然就簡稱中國 這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哪有說中華 那你告訴我你英文怎麼翻譯 英文你要把它翻成英文 或者翻成法文 你怎麼翻 一定是Tranese 或是China 那一旦我們的英文的整個國名 也是China 那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您當然就是China 就是Tranese 就是中國人 而你不承認你是中國人的時候 你告訴我你是哪一國人 我覺得這一點 你必須要回答 我們台灣老百姓的疑問 當然沒有錯 我覺得馬總統這一次 還有包括跟對岸的學生 台灣學生也有 大九學堂的人 互相的交流 那對談之間有什麼 這個激盪出什麼火花 我們來看一下 前總統馬英九30號下午 和湖北武漢大學的學生代表座談 五大校長先致辭歡迎 武漢大學是最早 遭受台灣學生的大陸高校之一 率先將台灣學生 納於大學生的疑問 馬英九上台致辭社會強調 自己這一趟有以實際行動 率青年來支持兩岸青年交流 我就發現兩岸的學生在一起 可以創造很多的火花 非常的有趣 很可惜呢 一方面是因為疫情 一方面是我們這個 這個政府犯了 這個主導還是兩岸的關係 可以說是一路千丈 我實在感到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痛心 馬英九還舉德國和法國為例 強調兩國過去發生過戰爭 既不同文也不同種 卻可以在交流下變成歐盟最主要的力量 令人動容 藉此看現在的兩岸關係 我想這些都讓我感到 其實我們兩岸還有什麼事可以做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讓兩岸的年輕人多接觸 大家懂對不對 最後馬英九和武漢大學各自證書 武漢大學贈送的兩部畫冊 裡頭有國共合作歷史照片 而馬英九則贈送了八年執政回憶錄 感動台灣人的16個故事 81秒世紀之沃 馬錫慧幕後大解密 介紹八年執政回憶錄時 他巧妙的避開總統兩個字 這個在當台北市長之後 是覺得原鄉精神 他那是台灣的續航 然後呢再來就是 我擔任這個工作是武學的 其實很大的美安 最後馬英九還當場邀請了 武漢大學的學生到台灣 他表示他本人將會與 馬英九基金會全程接待 讓大陸學生更了解台灣 TVB新聞陳旭一 林敏珍 不懷疑他有在打書的這問題 把他這幾年出的書 一本一本的拿出來介紹 當然他這一次去特別在民間 在中國大陸的民間很有魅力 走到哪都有人喊他 而且還蠻多人喊他 馬總統三個字 所以他這個整個情緒 摇下車窗還這樣 大家好 精神非常好 有時候到了晚上 已經有一點疲態了 早上還是早上去路跑 精神非常非常好 年輕人 剛剛是會場內 會場外 很多人還拿花歡迎他 來看一下這個 馬先生我看想見你 想見你 只想見你 聽到馬英九要來訪 武漢大學學生捧著花 就想等待一句 我願意 我來武漢參觀 武漢中國 中部最大的城市 也是在新聞上看到他要過來 很歡迎他 對啊 從中午就趕過來 我也是來 希望能夠見到馬先生一面 因為馬先生這次來很不容易 甚至還有學生 帶著自己畫的馬英九畫像 就是想親眼見到偶像 帶著滿心期待 卻鋪了空 因為維安管制 只能遠遠望著馬英九車隊 進入校園 舉目的地 就是這整片浪漫櫻花林 武漢大學內最知名景點 有的最美校園 之稱的武漢大學 除了一棒者東湖之外 每年三月的櫻花季 更讓這條櫻花大道 充滿觀光客 而當然馬英九也不例外 整個櫻花大道 後續特別清空封鎖 而且正是因為傳出 為了跟國台辦主任 宋濤會面 馬前總統這趟行程 才改期提早一天來 多數學生事先也都不知情 我爸就非常認識他 因為他有推給我說 他今天來了 然後我才知道 我的老師 以前的老師有叫我 說如果可以看到他的話 可以拍照他的照片給他 我對他的認識就是 反正他對我們 就是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友好交流嘛 反正起到了 起到了挺大的作用 影響力還是挺大的 足足可見 小馬哥在對岸學生族心中 還是擁有超狂人氣 TVB的新聞 魚仙漢葉豐偉 在大陸武漢採訪報導 我看到其他報導 還有提到說有一些 孩子們 他是戴著T恤 上面是有寫 歡迎馬英九 他說是他家裡的長輩 托他 請他送給馬英九 但是他說因為安全管制 所以這些禮物 通通不能送給馬英九 所以在場外其實還蠻多 這種民間學生的一個反應 座談的時候馬英九特別講到 他說德國跟法國以前 他們是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也不同文也不同種 連他們都可以 後來都可以合作了 征戰百年 那現在近代又給他合作 那兩岸既為同文又同種 然後血緣關係這麼輕 那法國跟這個德國 世仇都可以做到 我們為什麼做不到呢 他座談的時候 甚至跟大陸學生發出邀請 說我在台灣常常long stay 我也歡迎你們來 來台灣long stay 那希望說今年的夏天 能夠有機會邀請他們來 而且他說很帥氣說 我可以幫你們安排 就是他們這個大酒學堂 基金會相關單位 可以幫他們做這個安排 那有分析稿就認為說 馬英九這一番話 不只講給中國大陸聽 不只講給台灣民進黨政府聽 他更重要的 其實是也希望 講給美國政府聽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為和平來解決 趙老師怎麼看 對那個 馬總統他非常喜歡 舉歐洲的例子 尤其是歐洲共同市場 他當年發得是世仇 他們先透過這個經濟的整合 慢慢慢慢的 雙方面的敵意 逐漸就在改善 那當然你要成為一個 最早的時候 理想他變成一個 所謂的 Unity of Europe 是歐洲合眾國 雖然沒有達成 但是我們看到 歐洲有歐元 有歐洲的共議會 我想這方面 那個賴教授 他是專家 所以這裡面代表就是 本來是兩個世仇 他可以透過這個雙方的來往 一步一步的可以這個 慢慢的友好 我覺得這個 他舉這個例子 他過去常常喜歡舉這個 舉這個例子 那當時你剛才講的說 說給美國聽的 美國是希望兩岸能夠友好 美國是不是希望兩岸能夠 化干戈為玉博 這裡面甚至別有所指 別有所指 也可以說講給外國人聽的 在這個兩岸的中國人 之間講給外國人聽 那我現在要 這稍微補充你想前面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剛剛雖然賴教授也解釋 他是有提到這個九二共識 源自於揚衛 為什麼 因為你曉得 最近九二共識 不僅在台灣內部 那民進黨是不接受的 不管怎麼樣都不接受 那國民黨內部 其實有不同的看法 那民進黨內部是不接受的 因為當年2019年 當時這個習近平 在他的這個講話裡面 曾經提到了 把所謂的兩制台灣方案 甚至有一度還提到 共同體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但最近這幾次談話裡面 我們看中共方面都談 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 對吧 用與 那把九二共識加以扭曲 等於一國兩制 其實真的是在台灣造成的是 很多人對九二共識 採取一種排斥的 敵視的一種態度 但大多方面又說沒有九二共識 沒有反態度 那就兩岸就沒有對話的可能 所以他這裡特別強調 回到原資原位 所謂的原資原位 其實他的精神就是個表 就是個表的意思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個表的話 光有一宗 當時在1992年香港會談的時候 一定有了一宗嘛 那何必還要會談呢 所以會談建立的共識就是個表 那個個表是不是 前幾天馬總統他 過去的這個 整個來源 比如大陸 胡錦濤時代有關這個 各自表述這個 特別用文字上面 在大陸面前 再把它說了一遍 大陸方面也沒有提出意義嘛 那個就是各自不同的 這個解釋來 這個定義這個 一個中國嘛 所以精神還是在個表 精神在個表 那這個個表呢 他就是一種默契 一種understanding 一種understanding 所以這個方面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我想對台灣內部來講的話 可以是不是從 那種當面跟大陸方面 把九二共識的原則文言 說出來以後呢 我們不要再扭曲這個九二共識 因為如果沒有九二共識的話 將來不可能對話的 我想民進黨方面不要去扭曲 那國民黨內部方面呢 也不要再劃舌填足 給九二共識 適早麻煩 拿斯多砸自己的腳 九二共識就是九二共識 教授那請教一下 教授剛剛特別講到 這個馬英九圈那邊 特別講個表這件事情 在台灣 您講的比較客氣一點 在台灣可能選舉的過程中 覺得九二共識是 毒藥 是是是 那更不要講個表 那連中方其實最近 也連個表都不太提了 那馬英九這樣想盡辦法 要讓大家有這個 至少有重疊的地方 這個努力會不會 比較鎖於他 可能會 花很多力氣 但不見得有效果 這個個表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講 創造性的模糊 所以創造性模糊 就是我們彼此有默契 我特別講 那在他之前 我跟夏立言副主席 我們到大陸這一行 也是走的路線 也差不多 我們還多了北京 我們一路上 雙方面幾乎 討論問題都是 要來解決問題的 不需要講這個什麼 談到九二共識 我們沒有必要要各表 我們彼此都心照不宣 所以我一直強調一點 當年九二共識 或者九二會談的目的 它是為了解決問題的 它不是要製造問題的 你現在九二共識變成一個製造問題 那當年的初衷 不忘初心 你跟當年的那個做法 意願就不一樣了 它是解決問題 我再強調 它不是要來製造問題 而不是要來製造更多的問題 比當初 就是要解決問題的一個 模糊性的功能 可是在我們的選舉過程中 它自己本身就變成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另外一個 馬英九到昨天也是 臨時增加的一個行程 去看中國大陸他們抗議的這個成果展 那它裡面講的一些這個表態的方式 那現在有一些關鍵的句子 說馬總統稱讚說這個對岸的防疫啊 防這個疫情的方面 防控的做得很好 那說武漢包機這一件事情 造成對岸的困擾 他就這個覺得不好意思 那陳時中當時的指揮官嘛 他就很生氣 馬英九你沒做事你很心虛啊 這個馬總統自己都沒有做事情 所以有心虛 要不然怎麼會有這種說 事實不符的事情 王必勝 王必勝是現在的指揮官 說馬英九說這一些 是以中國人的角度啊 既然是以中國人的角度 那我就是尊重他 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陳時中說當時政府的立場 就是短期的停滯 那生活上不方便的台灣人 這個趕快從已經從封封 封城的武漢市接回台灣 反而是我們不希望造成 中國的困擾啊 滯留在中國 對台灣人民也不是好事 哇這個 我一瞬間說 所以原來這個小明的故事 都是假的了 王必勝昨天也講說 這個七百多萬人 有從武漢傳染到全世界啊 那陳時中還指出說 現在都還指向病毒 就是從武漢實驗室出來的 中國都不配合調查 你怎麼還可以去稱讚 中國大陸呢 那馬辦就回擊了 馬辦 這大概是 頭一次看到馬辦立刻回擊 這幾天 行程到底要見到誰 是不是要見到副總理 行程有什麼變化 都很被動 都是最後一刻亮劍亮刀了 才有答案 這件事反應倒是蠻快的 立刻說這個蕭旭成出來講說 民進黨你防疫的成績 做得怎麼樣 亂糟糟 一直在排隊 排口罩 排疫苗 排快篩 疫苗還不是排隊的問題 還是有 這個好像為了錢 見錢眼開 不顧 臺灣人民的生命的 這種爭議 現在最新的是排雞蛋 雖然跟疫情沒有相關 他說新冠肺炎 對全世界都有影響 馬英九到武漢 是實際了解狀況 其實我看新聞 馬英九有時候 他是有點到一些 但畢竟我覺得他做客人 他是點到為止 他說 確實當時造成了很大的一個麻煩 他這些句子有講出來 那包括台灣很多這個民進黨說 你為什麼不提理文量呢 我也不知道說提理文量的那個邏輯是什麼 那我更詫異的 我覺得我很震驚的是 但是我以為這些梗圖是來自側翼 又或者是像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這樣的民代 這梗圖是民進黨中央黨部 放在他們的官網上面的照片 不管是風格內容都讓我很差異 風格指的是什麼 他挑醜的 側翼就專門挑那一種 啊 施牙裂嘴 瞠目結舌 啊 就專門挑你醜的 有時候我們節目都還不會挑那麼醜的 這個馬英九到底多冷血 多無知 居然稱讚疫情罪魁禍首 馬英九國民黨應該要跟全世界來道歉 武漢抗議 對人類有貢獻 馬英九說的 再怎麼無知無能 也不要開這麼多條人命的這個玩笑 那更早以前 前一個PO文 他說這個馬英九講我身為一個中國人 馬英九你到底是哪一國人 中華民國前總統應該站在台灣的立場捍衛主權 呼籲中國停止霸凌的行為 然後他們的發言人在臉書上面講說 我是台灣人啊 我不是中國人啊 這感覺好像有兩國論的問題了 好像就是如果我們不是中國人 那中國是不是打我們就 啊 那就不是同胞的問題了 那我就打了 這個請介大使 這個我想先把結論講出來好了 我想這個就是賴清德 主黨的民進黨的新政策 將來我想選舉就會搞成在台灣選舉 變成中國人跟台灣人的對抗 他已經把這個訊息拋出來了 他不是隨便亂講的 我想蔡英文基本 賴清德知道自己現在居烈士 所以他就打這個基本教育 那對於台灣社會會不會造成根本性的分裂的話 我想已經不是民進黨這一些當權人的考慮了 完全是選舉考慮了 那個這個是民進黨成立以來 主張用這種族群作為分裂族群 製造族群對立 作為選舉的這個主軸的第一次 我想他已經開炮了 這個就是如此了 對於我實在不太想講陳時中 陳時中做的怎麼樣 台北市的選民已經給他一個答案 他在選舉慘敗 這個部分 我想他已經喪失他發言的這種說服力 甚至正當性 我覺得馬辦應該講得很好 對不對 我們都經過這個疫情 從頭到尾都在排隊 更荒謬的就是還有一個疫苗 他們當當變成這個 一個民間疫苗廠商的推銷員 然後花了大匹公帑 最後幾乎百分之七十的疫苗 是銷毀沒有人打 打了人打的人以後呢 到現在呢 沒有國際認可 那還在繼續替這支疫苗 這個其實是應該有法律問題的 這邊這個法律責任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釐清呢 這些人哪有發言權呢 那陳時中說沒有做事 其實我們做公務員 我們做久了 我們怕無能或者說 別有用心的 或是想要假公寄私人來做事的話 更可怕 比不做事的人更可惡更可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講到這些批評馬英九的部分 我覺得我覺得 基本事實上是要當選戰來打 然後就要凸顯 馬英九不是台灣人 其實馬英九講中國人的時候 台灣人跟中國人是等 不像民進黨是台灣人跟中國人不等 其實馬英九從來沒有否認 他是台灣人 他是台灣人 他也是中國人 我想大部分的台灣人都認為 我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是血緣血脈的問題 那所以呢民進黨問題就是要硬生生的 把台灣人的血脈給割斷 把台灣人的這個文化 還有我們這個 對我們祖先的尊敬 跟對大陸這種切不斷 切不斷永遠切不斷的這種 籍帶要切斷 其實這個是非常殘忍 而且是怎麼樣很粗暴的 這個在全世界 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搞獨立的民族 像這樣子搞 因為你是同民族 你最後你為了要搞獨立 你把民族這個問題拿出來修理 這個世界上沒有的 我們看今天 今天這個西班牙搞獨立 他巴斯克人跟西班牙人是不同血脈的 所以他去搞獨立 那你不會為了搞獨立 你把同樣是中國人台灣的台灣人 同樣是中國人台灣人 你把台灣人硬說不是中國人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點 我覺得已經完全非理性 完全非理性了 那這個是民進黨少數人 長期在掌握話語權 現在更可怕的就是賴清德也掌握這個話語權 那麼我也很高興 馬英九這個時候 在台灣這種大家的認同感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登高一呼 告訴大家我們都是中國人 這個是民族血脈的角度 你如果從剛剛賴教授講 從法律的角度上來講 今天我們的國民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 是中國人難道有錯嗎 所以不管從這個血脈 從這個 從這個 從這個各方面來講的話 從這個 從這個法律角度來講的話 今天民進黨這個說法 其實 既違反 大家對民族的定義 全世界對民族的定義 也違反今天中華民國的法律 我覺得應該從這兩個角度上來 好好來檢討民進黨 從賴清德上任以後 這個高呼 喊 自己是中國人 是好像是不對的 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覺得王碧勝跟陳時中 他們的做法 我不認同 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 傳染性的疾病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想辦法去控制他 但是如果說一定要把他 去指責中國大陸 這個部分的話 那民進黨也應該用 同樣一個標準 這個同樣的標準就是說 美國 王碧勝 陳時中也應該告訴大家說 SARS 就是這個AIDS 那是從美國傳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今天造成全世界這麼大的傷害 那是不是也應該要去指責美國人 還有在2009年的時候 H1N1 H1N1也傳染得很嚴重 五千多萬的美國人被感染 那問題就在於 美國人還想辦法把它轉移到 說這是墨西哥人的錯 但是墨西哥人氣得要死 後來 美國的很多有良知的這些醫學家都說 事實上是從美國傳染出來的 也造成全世界的很大的被感染 但是問題就在於 對民進黨來講 只要跟美國有關 就都沒事 也連講都不敢講 也連說都不敢說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雙重標準的做法 我們是很不以為然 因為傳染性的疾病是人類間都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努力是想辦法去控制它 去解決它 而不是每一天去製造矛盾跟仇恨 尤其民進黨是利用這樣的一個傳染病 來製造仇恨 坦白說這樣的一個這麼喜歡仇恨 這麼樣要製造仇恨的一個政黨 我覺得這個政黨並不健康 對美國是另外一套標準 但是現在到美國的蔡英文有沒有獲得高規的禮遇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特別報導的現場 蔡英文總統現在在紐約 那我看到一個場外的新聞 為什麼會記者去採訪總統去買鳳梨跟芒果乾呢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採訪行程大受影響 比如說在基金會裡面 沒有像如外界預期的全程開放 沒有 那記者就是剛好跟他吃早餐 買台灣的產品 那甚至他們這個內容寫到什麼 說他早餐之後 就跟這個等待的青年合影 那大家就問他說 那你們來的路上跟蕭大使蕭美琴在車上聊什麼呢 他說我們在聊染頭髮 就是因為蕭美琴最近頭髮比較多 蕭美琴又不染髮 所以他們結論之後 染頭髮可能不太好 所以他們的結論就是不要染頭髮了 那記者問他說 總統你剛剛買了芒果乾 這個芒果乾 蓬佩奧曾經拿過台灣的芒果乾拍照打卡 那你如果在這個座談會遇到蓬佩奧的話 你會不會把芒果乾給他 那總統就說我自己要吃 那這個芒果乾不是美國人做的喔 是我們台灣人做的 然後銷到紐約 然後總統再去紐約 把台灣的產品買回來台灣吃這樣子 他說買蕭麗乾跟芒果乾來紀念 那這個現在麥卡錫4月5號 他在過境回來美國的時候 可能跟麥卡錫見面 傳出說有可能有20位美國國會議員會參加 那這個他去紐約的時候 現在紐約市長沒有見到 那來了紐約紐澤西的州長 來跟他會晤 包括僑界 那在飯店還有跟哈德遜 那有人說哈德遜其實 他的單位沒有大家想像的那個規模那麼大 那蓬佩奧其實很多大規模的研究機構 是不會聘請蓬佩奧這樣的人 因為他過度的仇衷 這個在做兩岸 就是做美中的研究的時候 會很多阻礙 那他或頒全球領導立獎 那美國印太司令部現在高度戒備 但我們台灣這方面反而覺得很輕鬆 國安局長 這位國安局長 新的國安局長 蔡明彥 比較斯文 他好像是空降過去的 那他空降過去之後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我們現在評估 這個衝擊 就是如果總統跟麥卡錫見面 衝擊不會比佩洛西來台這麼大 但美國好像不是這樣的反應 美國是印太司令部出來講說 我們高度戒備 隨時把情資交給我們 這個美方的這個高層來做判斷 那現在對話裡面當然 因為剛剛有講到嘛 為什麼不能採訪 因為這個座談會是邀請制的 連隨行採訪的都不能進去 所以只好去報導芒果缸啊 染頭髮這樣子 那我們說不緊張 可是美方是高度戒備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美國方面是比較低調 好那柯比呢 美國白宮的這個協調官柯比 他記者會裡面那一番 29號記者會提到 他說他沒有講到歡迎 這是記者觀察到 他沒有講Welcome 沒有講到歡迎他 那過境美國的時候是平鋪直訴 一個即將發生的事實 那在這個長期符合美國 一中政策的基本論述之下 柯比強調過境不是訪問 每一次過境都很順利 接著就把結論指向北京沒有理由 反應過度適當的給他一點點面子 那國務院本來簡報原本說取消了 後來移到30號上午11點30分 還是有做簡報 所以大家現在把重點放在4月5號 他回來到洛杉磯的時候 到底這個跟麥卡錫互動狀況會是怎麼樣 來教授 目前我們看到這個蔡英文到美國 美國很明顯的定位就是過境 連訪問都沒有就是過境 那過境當然就是符合尊嚴舒適安全的安排 那你到了就走吧 我個人是覺得說您會看到了執政黨 美國的執政黨 執政黨是掌握政治資源的 有決策權的人 這些執政黨的盡量去避開跟蔡英文的會面 為什麼 建的都是在野黨 在野黨就是要去倒執政黨的後腿嗎 台灣不就是如此嗎 當初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誰在搞馬英九的後腿 馬英九的後腿 馬英九出訪的時候 那個走路工是誰在買的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馬英九以前過境美國的時候 都有一些走路工 所以有一些人很有經驗 因為他就花了一點錢 找了一些僑民 僑社台僑 然後就給馬英九找搗亂 所以馬英九當時過境美國的時候 就一直被搗亂 那我們就知道他們很有經驗 那問題就在於 在野黨就是扯執政黨的後腿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執政黨絕大部分有分量的 都必見蔡英文 那怎麼都是在野黨在見蔡英文呢 很明顯的就在扯這個執政黨的後腿 這是第一個 那從科比的講話中 也就是他很擔心 這個過境會造成兩岸之間 或是中美的關係 會再更惡化 那既然美國會很擔心 那您就可以更證實了 在野黨要見蔡英文 那就是在扯執政黨後腿 就這麼簡單 不過我覺得 以龐佩奧來頒獎 這是不對的 因為龐佩奧前段時間才到台灣來 而且拿了台灣人不少錢 幾十萬美金走 那一個才到台灣來 撈了台灣幾十萬美金 走回去的美國人 的這一個龐佩奧 然後再說他要頒給這個 蔡英文的這個獎 那我覺得這個有瓜田裡下的嫌疑 好像就是 你民進黨還是要跟大家講清楚嗎 就龐佩奧為什麼來到台灣 撈了幾十萬美金 回去以後就搞這個基金會裡面 給蔡英文這樣的一個獎 這樣子真的是瓜田裡下 我覺得這樣不漂亮 你至少是毫無利益的瓜葛 他來台灣沒有拿任何一毛錢 不過他有拿錢嘛 他自己也承認了嘛對不對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還是要講清楚 以後不要這樣幹了 不要來了以後拿錢以後 後面就可以頒獎 以後不要這樣 離遠一點比較好一點 當然大家有比較好奇 就是這個民主黨的都沒有見到 都見到共和黨 而且還是共和黨裡面 最反中最抗中的 在野黨 在野黨最抗中的 那所以說他這一次的安排裡面 大家就覺得說 你官方的人好像一個都沒有看到 那外媒又是怎麼評論他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特別報導的現場 還有另外一個人現在也在美國 就是郭台銘 那他動作也很多 他講了哪些話來聽一下 儘管沒指明到信 但郭台銘似乎在暗批 蔡總統只會搞過境外交 目前現在在台面上所有的政治 他們不曉得怎麼規劃 未來產業政策 讓我有四十幾年的經驗 可以規劃 而對於台灣平平外交 郭台銘也表達他的外交政策理念 台灣應該把經濟部跟外交部 在某一些功能比較合併 郭董認為應該吸引經濟 和科技人才回流 才能做好外交 他也提到台灣的國防理念 現在國防武器是AI 無人機 當然 可是大家要把更多的經驗擺在 次次來的科技 這種問題 絕對不是現有的政治人物 他們可以 探討表演器 郭台銘也強調 作為一個領導人 應該重視年輕人的心聲 有一天我掌握他們的資源分配 我一定把資源 放在你們年輕人的身上 這趟馬里蘭大學演講 氣氛宛如郭董政劍發表會 而接下來這句話 似乎也透露他的參選意願 只要你們選對 對的平常人 台灣的自然和平 台灣自然會有科技 他的科技 他的經濟就會好 台灣不應該變成亞洲的彈藥骨 台灣應該變成世界的科技黨 郭台銘從科技經濟面切入 希望讓台灣人有感 要不要再戰2024 話沒有說滿 但也不是沒可能 TVB的新聞黃松埔寧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上一次大選的時候 郭董也是候選人討論的焦點之一 但上一次他有去白宮 他有進到白宮 大家還記得嗎 所以他這一次也是到訪美 也是有抽熱鬧一下 他雖然沒有進到白宮 但他喊出來說 希望把經濟部跟外交部 把他併在一起 他說我們過去總統都是法律人 做不好 換成科技人 然後記者問他任何問題 你要不要選啊 要不要參加初選啊 什麼什麼 他就說 這個希望好好發展台灣的科技 季大使怎麼看 我想他這個應該懂得企業 可是像我們在政治領域 政府工作這麼多 講了那麼多 我覺得他把政府當作企業是錯誤的 政府跟企業是不同的 本質就不一樣 那麼政府是服務公眾利益 企業為了自己的企業利益 那麼他很多手段 他很多做法 跟政府的手段 跟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還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企業是一個人說了算的 政府 現在民主政府是要 廣征伯納的 大家的意見 一起商量這半 政治是要 要博眾議的 你也不能說學法律都不好 或者說學什麼才對 這個要在政治的場合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 他的過去的工作之力 其實可能是他將來 重振最大的障礙 因為很多這種企業界出來 他在企業裡面是一言九鼎 你知道開會 我錢最多 主權最多 我說了就算 別人就靠邊站 那這個是企業的本質 跟這個政治的本質不同 所以很多企業家 他到了這個政治以後 他會有這種非常獨裁 專斷的這個傾向 而且都認為自己對 那別人都不足的參考 這個我想就是說 這個不是指郭台銘 他現在有這個傾向 其實很多像他背景 都是這個傾向 所以他還沒有出來 你看他的講話 這些態度 幾乎是不容商量的 都是他的結論 我覺得這個就是 他可能面臨的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不過剛剛講的蔡英文訪美 因為我自己親身參與過幾次 這個 台灣這個元首過境美國的 我比較一下 他這個規格是非常低的 真的是跟陳水扁 甚至還不如當時 呂秀蓮過境美國 他是可以具體舉例嗎 比如說僑宴的話 這個裡面就沒有 這個僑宴辦的就是 我覺得在紐約來講 才700人僑宴是太少了 那一般這個市長 一般的話你國慶酒會 都可以辦到1500人 一半都不到 對對對 那喬燕你說他 他紐約西的州長區 他是賓客邀去的 因為他你買桌的 你認桌 你認桌 你就邀你的客人去 那其實 其實無法大 這個場面實在是蠻小的 以紐約的來講 那見不到 見不到紐約市長的部分 沒有人見得到 以前他基本上 人家過境就是不給你見 因為我看有些 只是這一次的 就是哈森 Institute 你剛剛耀州也講了 他是很小的 事實上在美國 真的有點名不見經傳 對對對 到名不見經傳 對對對 我們在華府待過的 哈森是非常很遠的一個 一個在華府的話 你要去Dupont Circle 你去看那個智庫 什麼叫美國智庫 那個光一個建築物 你還以為是個部會 那才叫我們認知的智庫 那這一次他去哈森跟 我想跟蓬佩奧 一個有絕對的關聯 因為蓬佩奧在華府 找不到地方落腳 找到紐約給他一個小智庫 讓他落腳 因為他被中國大陸 這些列為制裁對象 所以美國的企業 跟美國的這個智庫 都視他為毒蛇猛獸 不接受他 所以他是混得很差的 才去這麼一個智庫 那這個智庫的話 基本上的話 你看連這個智庫在紐約 昨天你有一個畫面出來嗎 有我們國內記者進去嗎 就只能拍早餐跟芒果乾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蔡英文是挺屈辱的 非常屈辱 連我們的記者都沒進去 他上一次到那個 Reagan Center的話 還在裡面跟我們的記者 一起來說話 這次頒獎的畫面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早上起來 因為我早上起來 我跟你講啦 基本上 這就是美國政府在壓縮 所以把它這一次的規格 所有東西 我覺得是歷來我看過的 最差的一次 所以如果是畢業之旅的話 我還不如說 他是一個蠻屈辱之旅的 他畢業 不是八月還蠻期待有一次 那不可能的 我講一下我今天的狀況 最後一次了 沒有八月了 你說因為另外一個可能會斷 不可能有八月了 我跟你講這一次 八拉圭可能會斷 所以就去不了了 不可能了 沒有什麼八月 我不曉得他誰在做這個 我早上六點起來 我想說滑一下 滑一下蔡英文最新的新聞 滑不出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